这种房子其实是一对夫妻 跟两个成年的小朋友居住的一个空间 然后它是一个附层的场域 上下楼层加起来的坪数大概是70坪 那我们需要去了解业主的一个需求 还有一个使用的状况 然后再来是他的一些可能兴趣啊 收藏这一些等等 然后来去做一个空间的衍生跟发想 在每个空间里面 我们都希望会有一些对比性的安排 去成就这个空间里面的戏剧性跟张力 所以在这平面布局中 其实我们就已经先把楼梯的位置设定好 进玄关的时候 可以创造出一个家的一个印记跟连结 整个空间里面 我们没有让它有过多的一个高的墙体 反而是使用了沙发跟餐桌来作为一个空间的界定 转折进入客厅之后 整个电视墙体的部分 我们是用结构重组的方式来呈现整个电视墙 益材质的结合跟亮铁的运用 都是在追求以及勾勒它的细节跟品味 因为业主的一个聚会需求 我们整合了红酒柜跟行酒区 然后把整个餐厅跟客厅串联起来 那也把整个家的一个情感串联起来 我们希望祖欧它是一个安定比较舒服的空间 所以我们用了比较柔的大理石的食材 去做床头的延伸 然后延伸到侧边的柜体展示 天花板的部分我们看到镀态弱化掉它原本的框架 然后放大它整个视觉效果 楼梯在这空间中是最独特的指标性的一个存在 刻意的对比性的安排 让它产生了一些虚实的呈现 不管是在空间中的移动 或是垂直轴线的一个连结 不只是具有张力 而且是安定地坐落在空间之中 那也顺应着这楼梯开孔的位置 天花斜面的处理 让整个楼板在这空间中 是一个雕塑性的姿态展现出来 随着楼梯的踩踏 我们可以感受到上二楼的一个期待 书房可以看到的是一片被我们打开的一个窗景的延伸 也造成了心灵层次的一个转换 那我们也可以在书桌下方做了一个玻璃桌角 让它是一个以合体的方式来作为支撑 产生一些趣味性跟变化 起居空间中 我们希望它是不被流行所拘束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用了传统手工木皮染色的部分来做呈现 奠定了这整个空间中的一个底蕴 那再加上黑铁的展示 墙面的留摆 都是想让这个空间可以一直存在 在不同的时空背景里面 依旧让人感动 进到赤卧空间可以看到的是 它本身提供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景色 在框景面前我们做了一个横向的食材桌面 跟木皮的床头来呼应这整个自然人文 这是我们想给予赤卧最好的一个诠释 家对我们来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放松 一个想展现舒适而细腻的 那我们想借由物质跟空间的一个关系 来去发酵出人与人之间的故事性 甚至延伸一个家的记忆点 拿来输出一个感动 其实对我们来说每一个案子的过程 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那结果我们希望交给业主 让他可以自己去发展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那这个居所里面会有他们的一个情感的附着 在这个空间里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